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上映至今已经有25年 很多小伙伴也已经看了无数遍 不过相信其中隐藏的那些大佬们没几个人见得全 下面就跟我一起 看看都有哪些惊喜吧 轩轩共力扮演的秋香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不过估计不少人没有发现 丫鬟下乡是轩轩出演的 轩轩也是非常出名的演员了 片中为了衬托秋香的美 几个丫鬟还被有一半丑了 难怪没几个人注意到轩轩的存在 吴振宇吴振宇的大名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片中一开始四大才子出游 就引得美女们落荒而逃 吴振宇就是四大才子之一文周明 不过主角是唐伯古和柱之山 吴振宇就算再出名也是一闪而过 没有被多少人发现 陈辉宏比吴振宇没有引起 大家关注的就是最后一个才子 也就陈辉宏出演的王冰兄 这个陈辉宏不怎么在台前婚 不过却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曾是香港唱片公司副总裁和林毅林谈过恋爱 做过周寻经纪人 在村内的地位非常小 江浩文他在片中扮演的是一个采花大道 当时华府一共有四个采花大道 他就是其中之一 戏份不多也就录了几年而已 江浩文是香港著名的演 柔和主持人 还凭借拆弹专家 拿下了金像奖最佳男配 也是很厉害的 拦截英堂博虎有好几个是赌入命的老婆 每次看到他们都在打麻将 估计没几个人认出蓝结英 没落后蓝结英的情况一直很不好 不过当年亮觉舞台山的美名可不是虚传的 真是可惜了这个演员 黄瞻黄瞻是香港乐坛的传奇人物 我们大家熟知的笑傲江湖 剑与幽魂都是出自他之手 是一个天才般的甜词人 他在电影中扮演的是华太师 怕老婆又冷幽默 总是不经意间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古德昭就是那个和唐伯虎对 对此又对不过 最后气得吐血的头号之师 有着对王之王之称的对穿肠 其实 他也是周星驰电影里的头号之师 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中都担任编剧 是香港影盘的鬼台导演 石神里面那个坏胖子就是他 但不幸会发展 我们下位的电影中都担担任了 在这个电影中对我们下位的电影中 我们下位的电影中